北京队系一任主帅格里乔祭出群狼战术 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接下来的京鲁大战中能够成功击败山东队 虽然如今的他们经历了换帅风波 但通过上场精髓大战我们已经看到了效果 毕竟他们以95比91的战绩成功击败了广州队 要知道如今的广州队可并不是软柿子 更别说著名阵李延哲与崔永熙等一批年轻球员还彻底成长起来 这也就让郭世强拥有了更进一步的底气 可就算这样他们依旧成就了北京队 接下来格里乔就在出杀招 意图送给山东队三连败北京队真能成功吗 在篮球地看来格里乔的这个杀招也很明显 除了在防守的时候压制住对手的爆发点之外 他们还需要在进攻以及打反击的时候刻意提速 地球将利夫与基恩这两名外援的特点给完全发挥出来 就像利夫这名大外援 他的优势并不是打阵地战 他的优势是冲起来打利用速度去突击篮下 基恩这名小外援显然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格里乔必然还会给这支球队提速 用速度打出他们应有的特长 而且当他们祭出这个杀招之后 陶汉林与甲城这两名内线球员还能够被极限消耗 当他们的体力大幅度下滑之后 不仅山东队的内线威胁会下滑很多 就连他们在进攻端的表现也会直线下滑 至于说靠高石岩这名核心后卫 让他防守与组织串联球队这完全没有问题 可如果让他在关键时刻帮助山东队攻坚 并进一步迫近与对手之间的分叉 现阶段的高石岩还做不到这一点 在关键时刻还得靠吉罗沃特 沙约克与福特斯扛起山东队在攻守两端的重任 更别说张辉这名球员还处在竞赛当中 丁伟也只能靠外援来打破僵局 北京队呢 当下一场对决来临的时候 他们的竞技状态不仅会得到进一步的回温 就连主力核心的伤病情况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这反而就让北京队的战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虽然他们的战力还无法重返巅峰 但发挥出巅峰十七八成的战力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北京队也需要在未来的比赛中斩获新一波的连胜 先不说格里乔这位新帅需要用一波连胜来完成自我证明 他们的球员也需要重新打出自信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在赛场上数次突破自我的新极限 这也就让北京队在未来的比赛中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没错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支球队确实存在着主力阵容老龄化的问题 可这恰恰就是年轻球员的一个机会 毕竟随着常规赛的持续推进 多支球队的战力都将取得新的突破 就像广州 青岛 北控与新疆等强队 这也就到逼着北京队也能够将自己的战力推上新的高度 至于说单靠队内的老将阵容去前面硬领 他们所发挥出的战力必然也会十分有限 在关键时刻 还需要增反驳 秋天 范一鸣与孙亚辉等年轻球员能够扛起球队继续前行的重大 就像青岛队一样 北京队也需要队内的青年球员能够相继崛起 这也是张云松最希望看到的结果